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教授回到来了 今个星期的声如红钟 第二集的声如红钟 10月16日 十月钟了 原本这个星期 其实很多人都期待 是不是这个施政报告会出牢呢 施政报告就是很早的时间 周一就已经是说要压后了 也不是很早了 在公布前 就是说 其实是周一 周一说完之后 我们以为了 就是习大大 特意叫林郑上去 大家以为很重要 林郑又说 这个施政报告 要国家支持她 支援部位 是的,很多部位要谈 是吧 就是支援香港的经济 尤其是现在这个疫情的问题 是吧 需要很多部位的合作 这个协调 这样 那变成呢 就要等多一个月 过多月 他说11月底之前 11月底之前 当然被人问 是吧 为什么你现在这样的 是吧 就是这么临急的 真的没有试过 这么多年来 没有试过 临急临忙 是 之前那些时间 梁振英 中国在这一月 都是避免财政预算案呢 其实 我记得上个星期 就说了 其实这个施政报告 就没有那个 就是 传媒 高层的吹风会 应该就没有了 又事先 就单声 就是说 不会有 那个施政报告 那个电视辩论 就是 那些什么 和那些 和那些 参与 那些 全部都没有了 就是这么说 我觉得 所谓的突然 其实 我觉得 特区政府 可能都预认了 只不过 去到最后 就是最后一日之前 是吧 才做了 就是说 有些变数 但是变数呢 你要到最后一刻 才告诉你 所以令林郑 就拿手不成勢了 好像是 是啊 你想想一下 如果你说破天荒地 又不是很像去年 因为去年 就是因为有反送中的示威 其实她也去了立法会 是的 就是你看到 事先的铺牌 就没有了这些东西 所以 那种 就是我们上个星期 看起来 似乎是黑商作业 已经不再相关香港人的感受 但是现在你看回头 就似乎 其实她早就知道 没到最后一时 也不知道自己 需要 não需要 去办事业 这个是个可能性 是 都知道已经印了 但真箱子 都没有人知道 是的 我估计 她也 在全媒上 发抿到学会 似乎 那种事情 我觉得政府的态度,今次的司令部门走过场就算了,走过场,然后重新到过去大半年说的那些废话,这样的玩法 所以我觉得他星期一突然间出来说压头到少月底,我相信他也是很后一个阶段才知道的,不然没理由到星期一才公布 大家都知道星期一公布一定会被人怀疑很多事情,而说的理由也很牵强,施政报告就涉及香港的内部事务 就算有些东西涉及国内的话,这些应该是施政报告制定过程里跟国内说的,没理由去到最后才说我还有些东西要谈,这个从来都没有试过 而且施政报告不是这一刻说了就是一个阶段性的事情,有些事情就算现在宣布了你这些蓝图 你几个月后如果有些新的发展,新的辅港设施,你都可以再开始记者会去公布 这里没有人不准的,过往都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这次都是有些背后的故事不为人知的 其实你看到很特别的,那么难得叫林郑上来,破天荒,你押后施政报告 但是你以为林郑上来一定是很重要的事情,交托她 但是竟然你看到她上去之后,其实在习近平自己的演讲期间,之前所谓40周年 深圳建立特区的庆祝大会上面,又被安排在最边位那里坐 就是刻意来边缘化,还要隔开一个位置 那个不止是社交距离,那么简单的 好了,除此以外,究竟习近平和林郑有没有单独见面呢? 有没有他们两个见面之后,然后有一些photocall也好 是不是公开地有什么讯息给大家看,又没有啊 你看到整个过程这么高调的,连施政报告都要让路 原来就被全国看到你是敷衍她的 当然他可能有个解释的,就是说他上去之后 就发现了原来他曾经出席的阴谋会 那阴谋会就有人领了赢 所以他就看到他坐在好边边位,还有距离也特别突压 因为你知道在大陆开这些会,有个特点就是 一定要正经齐齐好好看一看 连个杯子的杯子向哪个角度都要齐整 但这次他坐在哪边位都不要紧了 还要很突压的距离也特别远的 很明显都是担心他惹开,这个恶心肯定是有的 而且之前他星期一开记者会的时候,都令人有一种懸念 这些事情上去可能是重要的事情,要跟习近平谈的 因为当时传媒报道都说习近平 就是落心赞,所以林郑月娥要上去见他 用这样的描述 而且是喉舌报章也这么说的 所以其实大家都预计他上去之后 应该就会有个机会跟习近平谈些事情 因为这件事便是边缘化了 而且这次你留意深圳所谓建立特区 经济特区四十三年纪念大典 之前习近平又去潮汕兜了一个圈 这个含义是什么,一会我再谈 但你见到由潮州,由汕头一直开始 这些汕头有一间汕头大学就是李嘉诚 基本上是很大功劳的 由潮州到汕头去深圳开纪念大会 以至在过程中如何对待林郑月娥 以至其他高官 你看到好像深圳这四十年的发展和成就 跟香港没关 好像没有功劳 去到汕头也 李嘉诚也没有上去 连汕头的建设 以至山河大学 都好像不关李嘉诚的事 所以这件事很明显 后面有人说是否刻意矮化香港 在这次整体铺牌上 确实有这个意味 嗯 即是你现在见到就是说 原本你说这麽重要 即是叫林郑上去 嘩 喝水 咳得零射大声 连央视的镜头尊专门避开都听到是咳声 是吧 当然有很多人在那里怀疑 是吧 是不是林郑这么厉害 签你播毒 隔着几个位置都可以播毒 这么厉害 是吧 因为他出席一个管言乐团 他出席一个管言乐团 当天 原来民政事务局局长的徐英伟 他自己又走到别人的后台 他就跟管言乐团 好像可能是见面 是吧 就是这样破坏規矩 然后原来感密接触 最后又不用隔离 是吧 那怎知你又没有东西 怎知你是否这样播毒 有些人就在那里说 你占染大大 搞到他病了 所以现在临时 就急急地反惊 因为其实之前修老风回来 就是习近平 说原本就在广东南下 一星期 一星期 是 谁不知 现在是三天 是吧 就是缩短了一半 是吧 是吧 那变了很多揣测 不同的揣测 是吧 起码来见到最重要 首先 我们见到那篇 讲话的传闻 其实我们也见不到 什么重要的 一些东西 其实是 老生常谈 最新鲜的一句 就是深圳做引擎 是的 其实这篇东西 没有什么新东西 还有他这次 他其实这次到深圳 有人去南巡 之前不是很高调的说 也是很后期折肢的 基本上 那下去之后 他先去潮汕金泳 组了一个圈 很明显 因为大家都知道 接着这个月下旬 就会开五中全会 五中全会 就会讲十四五计划 所以这次他下来之前 突然间会下来南巡 又去潮汕巡改圈 然后又去深圳的四十周年大典 很明显 都是为十四五计划 做些东西的 为什么呢 他要把改革开放的公职 往自己面上贴金 贴金的话 现在的问题就是 在大陆 你没有人敢 否定改革开放的 是吧 改革开放的功劳是谁 他这次 似乎都是想 将自己的英明领导 视为深圳能够成功 以至大湾区推动的 一个主要推动力 相信是 希望拿到这些彩 拿完这个彩 在深圳 他去完深圳的大典之后 可能还有些行程 应该 因为他初初 就是说他去深圳 整个星期的 这个行程很重要 就是兜了一圈 视为杨压威 表示一下他们的 经济改革开放的肯定 或者间接的传媒 又会歌功众得 认为在英明领导下 会有更光明的未来 协着这些余威 在月底 开五中全会 讲到十四五的时候 他就可以增加自己 在会议上的筹码 大家都知道 这次五中全会 肥长有最关键的问题 他现在传出来 就是要讨论双百方针 两个八年大计 第二步 他说第一步已经做了 第一个八年大计 就是全民小康 第二个八年大计 就是建设成一个社会主义的强国 对 1947年 就是在中共立国 一百年 之前两年左右 应该可以做完 所以如果这次他告诉别人 他两个八年大计 第一个全民小康 已经做到了 但不是另一件事 因为几个月前 大家知道 李克强描述他 不是了 但怎么也好 他说已经做了 这次五中全会 讲十四大的话 他一定要在这个基础上 讲十四大的规划 这个也是 如果这方面他最主动 能够主导了十四五规划的 所有工作的话 某种程度上 他也继续进一步 可以说是架空了国务院 架空了国务院之后 加上下一步 明年的二十大 他要延续他的任期 去到现在全民小康 想做到2035 不要说2035那么远 起码有了今次 在深圳拿到彩 接着的五中全会 他又可以 采取主动 架空了国务院 成为十四五规划的主导 接着明年 在二十大的人事部局 以至自己延任 继续做下去 这件事上面 肯定会较为顺利 所以整件事 应该是一连串的 所以现在突然间 深圳的行程 缩短了一半 可能健康出了些迹象 大家很紧张 但我相信 真的会打乱了 在十五大 五中全会的策略 这当然我们也能够看下去 是吧 我觉得 当然 你说缩短行程 可能有点意外 但是我觉得 如果你说事先的铺路来说 包括礼拜日 中央出一份文件 就是指导深圳的二十七行改革 还有就是说在他演讲 那六千字的演讲里面的内容 我想重点 其实都是十不离九的 其实都是那些东西的 那无论是怎样也好 无论是在演词上面也好 就是事先安排说的 这个所谓改革 香港的角色 其实都没有什么刻意提到 重要的 就是他尽意的讯息 就是告诉你 深圳是一个重要的引擎 是的 而你说香港的角色上面 其实都是不断说两句 就是发挥一国两制作用 叫一些讲清 多一点上去交流 以及就业 学习、就业、居住等 这个主要就是政治上面 他需要做到的事 的任务 就是说 如果你说说经济上的事情 就是唯一你看到的良点就是 在深圳的角色上面 他是力调去做两件事 就是一个叫人民币的数字化 就是数码人民币 数码人民币 其实有很多人都觉得 就是说你搞来做什么呢 因为你现在就是说 内地的那个 就是 无现金的支付 是吧 就是你说支付宝 和微信支付 已经很发达 是吧 你搞这个 所谓人民币数字化 好像多次一举 那样 那当然 你说从 那个叫做交易成本来说 那么政府的交易成本 起码就是 就会减低了 比起码就是说 你印製人民币 什么防疫 什么东西 其实就是不同的 运输的钱 可能会减少 但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其实这件事 就是相对 如果你说全面去推行的时候 其实你已经见到 深圳的先行先市 就是说做封闭式的一个市场 其实做人民币数字化 其实已经听到 很多不同的讯息 就是说 开始你见到公务机构 政府 其实他们已经开始 是在出数码人民币 其实就是 你见到 也是在手机上 搞绝了所有的问题 那么 当然 最重要的 就是政治上面 那个作用 就是 其实就是 不让你 有洗黑钱 控制外汇 洗黑钱 控制外汇 洗黑钱 甚至他对 就是 所谓的 使用数字货币的人 那些消费习惯 各方面 就是全面监控的 基本上 很厉害的 这个就是所谓 如果你说的 经济调控 共产党经常说的 就是生产资料 生产资料 你的实时监控 就是 非常之仔细 巨细无畏 那么 起码你就是说 你自己在经济上的主导权 你掌握了生产资料的流动 就是 其实资料那么多的时候 你的调控是容易很多 是的 第二个 就是说 大数据交易平台 大数据交易平台 以及大数据的贸易 那就是包罗万丈 是的 我相信 你从正面去说 那当然是对于 防止贪污 洗黑钱 这些就有很大作用 就是 你知道现在的贪官 一块块钱的 是吧 要买一间房子来装 装纸币的 是吧 以后如果全面数字化之后 那这些贪官就不知如何处理这些财富 可以这么说 就是 存了两屋钱 等它变好 这个问题 但是这个不好处 就确实是 有些人都担心 就是 没有了私隐 没有了私隐 什么都被你监控住 是的 再加上外汇 全部都受政府 政府宏观地看着 是的 那这个是否好事呢 其实在国际上 讨论这个问题 也有很多争议 嗯 也有些人觉得 你将这个货币 全部电子化之后 事实上 你没事就没事了 有事的话 比如举个例子 出现地震 嵌楼 天灾 甚至是战乱的话 那你就完全没有 完全没有渣渣的了 你的手机都没有了 你什么都做不到 那这也是另一个问题 所以我相信 争议是有很多的 不过就似乎 北京当局 就肯定想做的了 已经有些事典做了 那有些公务部门 已经是在用这个方法 所以问题是怎么推展 为什么 那习近平其实在他自己的演讲里面 以及去潮州的访问的时候 其实他自己也说了很多次 就是提过一个重点 就是现在是处于 百年未有的大变局 是啊 所谓百年未有的八大变局 其实就是 我想他说的就是说得好听 但是变局怎么来 那这个变局是好还是坏呢 那当然就不是一个好的变局 就是以我们所知就是 这个我们也说过很多次 之前也提过 就是现在你说中国的外交形势 是 那个叫做被世界所围堵的形势 尤其是欧美世界所围堵的形势 是越来越差 其实只是说 你在中国国内 他们自己本身在四月的时候 其实四月底的时候 那时候已经 五月初的时候 其实那时候 路透时已经做了一宗新闻 就是说 引述内地 其实国防部属下的智库 已经做过一些研究报告 就是说 现在当时的国际形势 是比起八九六四的时候 是更加严峻的 这个很清楚的了 对 对 但是问题就是说 四月底的时候 知道了 那时候 习近平在陝西 就在这里说过 就是 有很多国家 其实有时候就是说 处理这些大困境的时候 有时候都是机遇来的 民族复兴 有时候都是在这些大变局里面 其实是肉火重生之类的讯息 但是问题就是说 在四月底 以至到我们现在这段时间 我们看到很清楚了 你已经知道了危机的存在 但是 你现在看到 其实那个外交关系 中国的外交关系 是没有改进不特之 反而是越来越差 最简单 但是这个国安法 在这个 六月初的时候 其实那时候 就是这个欧洲 对这个中国的态度 都还是很曖昧 起码就是不会说 好像现在那么强硬 是啊 但是现在就很明显 是比那时候 就是欧洲的表态 是更加之强硬 是吧 你看到德国和法国的态度 就已经很明显了 是吧 所以你看到就是说 如果我们从现在 就是 以知到的讯息来说 习近平 其实这个 他 identify 到外交危机 以至到现在的情况 他是交不到功夫 什么 他现在还是 其实 越搞越和 现在看到 事实上是 你如果说四月底的话 到现在 就是接近半年 是啊 是的 这半年里面 其实很清楚 说了很多东西 就是 有些以前没说过 现在都已经说完了 由最初是内循环 双循环 是吧 都已经说完了 至于其他的 民族復兴 大变局 这些 这些经常都会说的 中共的领导人 就将这些东西 说大来说 是啊 但是说了这么多东西之后 事实上出现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他搞了这个国安法之后 我想他最初的想法 就是想着几个星期 大家就收声 想着又是 这些老套路 是啊 老套路 习近平最好那一招 都说了很多次了 就是叫磨烂石等运到 就是想着一拨过搞定之后 时间长了 接受现实 是的 谁知道现在国际社会 不但没有接受现实 还越来越清楚 是 两个星期前 德国外长说明 叫他收回国安法 是的 所以其实全世界 都以这个为一个 和中国进行某种切割的 一个切入点 这个就对他来说 不但不是说 几个星期没有事 而且这件事很大 但是现在问题 实际上究竟 为了国安法 一次过搞定香港 你是可以控制香港的 现在暂时 又透过延长的限聚令 令到香港的局势 似乎挺平静的 但是问题 就是 你根本都计不了 究竟 最后要付出几大代价 这是第一 第二 香港的形态也不是好 你想想 香港在过去三十多年来 没有试过中环的甲级社会 那么高的控制率 现在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在尖沙咀 和罗湾湾仔 这些旺区 是出现了大量的空谱 是吧 所以问题就很严重 再加上现在的外资 外国龙头的机构 撤走 他不是去深圳 他去新加坡 他去台湾 他去首尼 甚至是去日本 所以其实 根本就估计不到 这件事会拖多久 也都不知道 那个代价有多高 所以今次呢 在讲到大湾区的时候 其实是变了调的 这个也是今次 那六千字里面 唯一的新意 就是告诉你 深圳是个隐形 就是 不再突出港澳了 不再突出港澳了 那这个微言大意 就反映到 现在面对这个环境 他真的想将 就是简单说 不要将所有的机弹 放在香港这个栏 那里 希望这个深圳 可以分担到一些 香港的金融业 或者金融服务的角色 那这个问题 就是 我觉得这种 是一种 永远摆脱不了的 就是超英赶美心态 就是以为你说就是了 那你以前也说过 上海要做金融中心 深圳也说做金融中心 而这个重庆也说做金融中心 接着现在是海南做金融中心 现在反过来又说 深圳做大湾区的引擎 但是你要做一个国际金融中心 不是你说是就是的 是啊 你要是国际社会 认识和有人参与这个游戏 那现在根本就没有人参与这个游戏 那就是说 所以 你搞定香港 令到香港现在面对一个 不可知的一个阴影 嗯 同时呢 他自己也很伤的 不过现在暗马底 所以 今次去深圳 讲这些说话 就是 其中一个 一些人的揣测 就是说 希望一段时间 都将香港全面融入深圳 这个第一说法 第二就是深圳 就要摘入了一些香港原本的角色 金融上面 对金融上面 这个我觉得说就容易 就是说完之后 是不会做到的 就是很早已经说了 20年前已经说了 2020年 要抬举上海 快来取代香港 中国这么大 很多时候 都不是取代 他说 中国人口这么多 国家这么大 经济规模不断膨胀 我们没理由只有一个金融中心 到时多几个金融中心 没所谓的 上海是其中一个 香港是一个 不会影响香港的 但是 到今天 上海还是金融中心 是 所以其实很简单 你现在说 我捧深圳 我要他做引擎 而这个 大湾区也是他做的 那你就继续说 接着说什么 大变局 雙循环 民族復興 这种大跃进思维 超英赶美思维 是不是你说就是呢 如果是就简单 60年前 大跃进的时候 应该已经超英赶美了 所以我觉得问题 说就听他说 最简单 你说香港人 这些年轻一代 上去深圳居住 学习就业 你想想 现在香港这几个月 出现的情况 稍微有些家庭背景 或者家庭负担到的 他们是纷纷都去外国读书 很多家长 现在安排着 都去外国读书 现在的学校 突然间 新一个学年 很多人都退了学 有条件的都会走 是 你叫人上去深圳 经过这一年之后 有多少年轻人 会心甘命底 上去深圳给你洗脑 我相信说就可以说 但是实际上 在短期之内 起码 起码在未来五六年 你这个说法 这个呼吁 不会产生什么实际效果 可能送上去的 都不是警察之类 他们 魏俊家族 是这样的 所以 就是 加密台中我说 现在的国际企业 离开香港之后 不是去深圳的 即是 你的金融中心 不是说 你叫人上去 接着国际企业 跟着你上去 而是说 他走之后 你的人会跟着他走 是吧 那你搞到香港 就是 鬼五十六 现在 你跟着香港 的金融中心地位 受到危害 你猜那些人 会回到大陆 不是的 是去新加坡 你看过去几个月 那些离岸的户口 哪里最得益最大 就是新加坡 你现在看到 中共很急 你见到现在的移民 或者政治庇护的 案例越来越多 五眼联盟 都分别在移动的时候 你看到 就是 中国驻加拿大 大使 崇培舞 在警告杜鲁多政府 不要提供政治庇护 被强烈批评 国安法而逃亡 当地的香港人 是啊 他说 如果 加拿大真正关心 香港的稳定和繁荣 的话 真的关心在香港 三十万 有加拿大护照的人 的健康和安全 是啊 以及大量 在香港特区 营运的公司 哈哈 应该支持 对付暴力犯罪案的 连串措施 就是支持 国安法 支持阵压香港人 是啊 是啊 所以他就说 建议在这里的人 就是在加拿大的人 就要客观和公平地对待 香港发生的事情 尽量就确保 不要干预中国内部的事务 他说到这样的时候 这个就是摆明恐吓 恐吓 有记者提供问他 你是不是一种威吓 是的 他说 这是你自己的诠释 实际上这个说法 很有威吓意味的 因为刚刚前一天 加拿大总统讨论很多 就是讲完 说中国那种是 coercive diplomacy 是啊 就是一种强制性的外交 说他们不会接受 一定会在西藏和新疆 和香港人权问题上 继续发声 是 讲得很强硬的 你接着第二天 你驻加拿大 还要公开协议 就是他不认错 也不止 还要变本加厉 大理 大理 我现在就是脅迫你 你吹吗 是吧 就是他现在就是这样做 是吧 但问题在于 就是 中共 他自己走一套 coercive的策略 外交策略 尤其在香港的问题 你站到现在 是吧 然后你要抬举深圳 又说八年未有之大变局 什么八年未有之大变局 这个根本上八年未有之大变局 是啊 没错 是慈禧太后 就是你搞八国联军以来 可能是 现在是最大变局的外交关系 应该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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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国联军之后 基本上民国 基本上国际社会 都是愿意支持当时民国 是吧 就算可以军阀内战也好 大家都支持蒋介石政府 是 后来抗战更加是 抗战之后有一段时间 对共产主义有怀疑 加上中共自己闭关锁国 就断了一段时间 但是 其实在中共闭关锁国的阶段 其实都有很多非正式的外交接触 这个就形成了七十年代初 为什么美国会放弃台湾 而和中国建交的一个背景 所以其实 一百年来 可以这么说 一九零零年之后 没有试过外交上这么大困局 你想想 你现在 说了很久 美国要在一个双倒链线 去围堵中国 过往就说 但是现在你看到 真的已经形成了 你想想 由日本去台湾 现在他不断抬拒去台湾 高官去访问 说要帮他加入国际组织 有一个最新的说法 就是买一些攻击性的军火给他 搞到外交的发言人都出来抛你浪头 你不要浪费 我马上有反应 但是你怎么说也没用 现在的问题就是 日本、台湾、菲律宾 菲律宾几年前 都对中共很有幻想 但是 你的承诺了的投资也没有到 那些金环也没有做 然后你还扮住他的岛 又赶了那些渔民走 所以菲律宾总统都面对很大压力 国内很大压力 所以他近大半年就转调了 现在说到苏碧湾的军事基地 可能也重开 如果真的重开的话 很大压力 第一岛链线就很确实地形成了 由日本、台湾、菲律宾、菲律宾 这是第一条岛链线 第二条岛链线 今天早就已经存在了 就是关岛一路下 现在印尼也有一样 印尼最近也有一些排华活动 所以第二岛链线 再留在澳洲 也留在印太策略 这两条岛链线 实在已经形成了 这个还不是百年内的外交败局 我觉得很清楚 你说什么都没用 想法上个星期 有一天 在斯洛佛克 有一个活动 请了他们的女总理出去演讲 他女总理知道是华为赞助的 立刻不去 你不要取消他赞助我才来 现在是这样的 摆到明不妥理 即是连基本的态度都摆出来的 这个还不是外交败局 所以这个是 可以说是近这几年 这套战狼外交策略 以及在新疆 在香港的错误政策 是为自己造成一个这样的 难以在短期之内 可以挽回了处境 现在的问题就是 就算你去完深圳 说回官面堂皇的说话 好笑 你现在看到习近平 无论去潮州也好 在深圳也好 在远港 经常在这里说自力更新 自力更新也不止 而且是高层次的自力更新 是呀 你只说自力更新 我们有说过很多次了 就不是今天才来说的 其实你已经说了两年了 就是由中美贸易战开始 已经在这里说的了 尤其是两年前 就是2018年9月的时候 习近平在东北三省的时候 他已经在这里说 就是三个靠自己 三个靠自己是什么 这个叫做粮食靠自己 核心技术靠自己 还有就是这个叫做实体经济靠自己 好了 如果你实体经济能够靠自己 那个本身已经是内循环 是 那为什么现在你又说一次内循环 如果你现在在这里说一次内循环 那你两年前说的内循环 究竟有没有移动过 如果没有移动过 我要问你 你这两年来做过些什么 如果你搞得定 你三个靠自己都搞得定 你就不用签这个中美贸易协定 其实他就不断用一些新的词语和语 来包装一些旧的国家 所谓自力更生 所谓靠自己 甚至现在所谓的内循环 双循环 说来说去都一句 内循环 双循环 那种低能度 是想骗一些中学历 学历都不如的学生 我们也说过很多次 什么叫双循环 那些是宏观经济学第一课说的 就是他用一些新的术语来包装 说来说去就寄望 就是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内料加工 那现在我们有些富裕阶层 有些政策阶层 希望透过内部消费 拉动经济发展 这个就是几年前已经讲的 十年前应该才讲的 经济要转型 要靠内部需求 来拉动经济 就不一定要靠内料加工这种方式来 外部投资来吹谷经济 所以现在 但是说了 但是你仍然都出现很多问题 什么三国债 地产经济 这些都出来了 所以他不断要用新的方式 再讲多次 他又不可以讲一些旧东西 讲一些旧东西 就是你解决不了问题 用同一个 term 如果他不可以用同一个 term 但问题就是说 这些东西你骗不了人 骗到一些的 骗到一些小五毛 小粉红的人 你整天就是用毛泽东的方法 解决今时今日的问题 而今时今日的大学生 每年毕业 都是八百多万的 八百万 你和你那时候上山下乡 那个年代 那个文漫比率 和现在能够比较吗 所以他一个最大的问题 他为了社会稳定 和经济有发展 其实两样东西是互相紧构的 他为什么整天都要追着 以六、七来做指标呢 因为他如果不能够达到 百分之六的经济增长的话 他根本是不能够 制造足够的新增崗位 来到吸纳新增劳动力 那如果新增劳动没有办法 的话 社会稳定一定受影响 那些都是年轻人 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 去年已经追不到 今年呢 现在又说 很多人突然回去了 真是假 我们不知道 但是就是说 今年的情况 似乎 你要达到百分之六或七 就没有什么可能了 他自己的条例已经五点多了 所以其实就是 他现在今年 如何吸纳八百多万毕业生呢 都是一个问题 而且 不仅是毕业生 现在经历这个肺炎 经历过这次的外资抽走 他根本很多中小企 和乡镇企业 根本都没有开工 到现在都没有开工 所以很多民工 实际上 要是回到乡下 等运渡 要是在一个省度 又来浪荡 没有东西做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 就是计时炸弹来的 所以他现在 不断要想一些新的想法 用一些新的术语 不承认有很多人收入很低 告诉你 我们的百年大计 第一个已经达至了 已经全面小康了 基本上没有人贫穷了 就是说这些说话 但实际上 你信他 或者信现在政府的宣传 还是信国务院总理 几个月前 在两会的时候 对外记者会说一番说话 很明显 我就觉得 我倾向相信 李克强的那番说话 因为你看到数据 骗不到人 是啊 所以现在 用新的术语来包装 掩饰不了很多问题 恒大又出问题 就是好像今天又跌了十几百分钟 是啊 你现在看到 就是习近平他现在说的那些东西 我想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说什么 是 后面那些班底 就是他自己有了 那个大方向在那 所谓什么亲自部署 什么亲自指挥 又什么亲自 什么下船 什么都亲自 是啊 其实最后来 其实你究竟 他怎么判断的问题 其实他自己都不知道 他只是说大方向 你总之叫下面 总之就是跟以前说的东西 就不要重复 是啊 就是这样 很简单 你说晶片生产自主的问题 现在越说 那个自主能力是越低的 你现在最新的说法 就是说去到九十纳米 就是这个 iPhone4 那个水平 好像说武汉的二十八纳米 那个机器都不行 是啊 你现在根本上 跟着之后 你很好笑 跟着之后 你现在搞这个 所谓全民大链心 就被金融时报耻笑 就是说 你现在好像大跃进那样 现在海鲜生意 做海鲜的商人 都搞这个 芯片 那个概念很厉害 其实这个就是非常 没有自知之明 其实说真的 你说芯片这件事 也是 就是 在两年前 这个不正止 你还没有启动这个中美贸易战 是打压这个中兴的时候 你已经说要搞你自己的芯片 是啊 对不对 已经两年多了 好了 接着你讲这个恒大的问题 好像教授你所说 恒大的问题 是8月23日的时候 是你自己政府说要搞三条红线 你那时候说完三条红线之后 没多久 恒大就叫救命 就说不行了 就是说 其实这些就是 没有自知之明 完全不知道真正的问题 完全不知道真正的现 现在那个房 就是那个楼市泡沫的现况 然后一伤情愿 就很一伤情愿地 就订了一些红线出来 我订了一些红线出来 就不要过啊 你说不过就不过吗 大哥 习近平你两年前都说 又是说一两年前 这个是去年说的 就是他说这个什么 去年二月的时候 叫了全国那些什么 就是省市领导 那些都来开会 就是说中国 你要提防黑天鹅和灰犀牛 黑天鹅和灰犀牛是什么 内地的经济学者 賀光斌已经说了 是吧 有三大泡沫的炸弹 就是那个房价 已经是其中一个 全国的房价泡沫 是四百万亿 是等于全球加上的总和 都不及你中国 是吧 人民币沫沫 是吧 再加上你现在的内债沫沫 你根本上你现在 现在你自己一厢情愿 并有红线出来 然后立刻就看到 现在你恒大揭出来 就是不止恒大 是吧 接着那些什么 其他什么 什么绿地 那些其实都是 尤其是内房的民企 最脆弱就是他们 其实他的问题 就是 他其实现在真的 面对一个很严重的 结构性危机 是啊 虽然过去煲到这么大 有时煲到自己很厉害 就是四大新发明 四大发明 高铁等等 原来发觉高铁的技术 全部都是外面的 就是一路一路都 试着本来做的 那接着呢 又说自己 那些数码科技 超英赶尾 去年 2019年的年初 才有人帮华为 和任正非出了一本书 书名就是除了 胜利之外 别无其他选择 哈哈 但是一年后 据说华为要考虑 就是 就是 集中火力去 研发这个 电动车 真的很好笑 真的 那 所以其实 你看回他 他无论多大都好 但是实际上 过去的十年八年 基本上要维持着 一个较高的经济增长率 是 来到满足这个 人民的愿望 改善生活 来到令这个 共产党的独裁 不受到挑战 其实就是 要推动经济 有足够的增长力 让人民 特别是城市居民 收入 是不断的 是 要这样做 其实 不离的板斧 就是房地产泡沫 搞房地产签计 由城市到乡郊 到农村 全部都是收地建房 搞到遍地开花 各个小区都搞到很漂亮 但是大部分都卖不去 这个泡沫 其实已经在爆 他过去几年出了很多招 包括了限购令 跟着某些市的问题 严重 某些省的问题 又把限购令放宽 比如贵阳 维州 深圳旁边就是维州 维州 维州没有限购令 因为房地产真的很夸张 所以其实就用这个方法来维续住 刚才说的百分之六 或者七几年增长 现在不提了 问题就是 你这样做的话 其实就是 你变得告诉别人 那些什么 产业结构提升 内部改造 双循环 那些东西 实际上 只有港字 没有出现过 跟着那些内房 或者那些所谓房地产经济 那些泡沫就越出越大 这个引致人民币 整个金融泡沫都越出越大 但是我数两个星期都说过 中国国内 14亿人 有接近10万家房地产的发展公司 平均14,000人就是一家 你就想 14,000人是一个中营屋邨的人口 14,000人有一家地产发展商 什么事呢 很明显都有问题 跟着呢 你早前恒大出一篇东西 就说要政府打救它 原来 你不打救它的话 就牵涉几千间 千多间金融机构 上下游几百万的就业 都出问题 可想而知 这个房地产泡沫 是一个多大的 就是计时炸弹 这个 你说什么都没用 你一旦有哪个环战出事的话 产生连锁反应 就可以令到 系统性风险便会来 一定会 你连你自己的危机都未能够 就是在说什么 高层次的自力更新 这些是失术语 大哥 你把这些东西建立 在浮沙上 现在是很自觉 一带一路是怎样来的 一带一路 就是因为你自己本身 你现在好笑 你现在说这个 你将深圳 就变成这个 所谓叫做 社会主义的先行示范区 大哥 全国家都在搞社会主义 为什么深圳 你又要搞社会主义的先行示范区 你这个社会主义 跟全国搞社会主义 有什么分别 我想问 所以概念上是充满了矛盾 是啊 先行示范区 你现在搞什么 你见国见了多少年 是不是 大哥 你见党也70年 你见国也70年 你现在还在那里先行示范区 有什么可以再创新 你这个社会主义制度 最大问题就是说 其实说真的 大陆的经济 尤其是广东的经济 以往很发达 其实起码不是说习近平时代 以前是小微经济 或者不好听些 就叫做黑市经济 是很发达的 如果你说你现在搞这一套 就是以社会操控为目的 尤其是数字货币也好 你搞大数据应用也好 这些东西当然 如果你说做维稳 当然是一流 但问题就是说 如果你所有东西都被人知道的时候 你是打击黑市经济 你是令到一些小市民 你搞个体户经济的市民 其实是打压他们的经济的积极性 其实有个说法就是 你用了电子货币之后 你就会握住经济的活力 是啊 这个也是一个 就是当年 香港都回归 有位广东省省长 对着香港的人说 贪污无可避免 水至清急无余 其实过去这三十年 南方经济这么蓬勃 就确实你可以说有它混乱的一面 但是同时你透过放权 就真的令到活力增加了 好了 现在又要打贪 打贪当然要 但是他用政治的取向来打贪 接着放任这个房地产铺 蠶食了一些民间资本 基本上是 现在基本上那些村 就是去到附近的中山这些地方 都是强行收地的 就是村政府强行修正 没得不给他的 然后强行收地 那些居民就拿了一块钱 就看到生活短期之内 没有问题 但是他的生计所依就没有了 现在正正有很多民工 工厂没有公开就回到乡下 以前就回到乡下 没有公开就回到乡田 现在回到乡下 田也没得到乡田 田地都没有了 他们现在等着 11月是不是有公开的 但是现在看到有很多 沿海城市的企业 因为外资抽走 似乎就未必一定 各个都有公开的 虽然近几天有些传闻就说 大量新订单回来 但是你要明白 就算现在就是订单 都是圣诞消费经济的一些刺激作用 所以其实是不可靠的 你常见到厂房是抽走 外资也抽走 日本也抽资 美国也抽资 所以潜藏住的张力和压力 肯定是很大的 你不断用新的术语来包装 你可以包到什么时候 包装完之后 你也想想如何解决恒大的问题 其实就是 说这么多东西都是多元 六个字归纳 这个礼拜 习近平来深圳 来广东这一场所谓 大内宣的大戏 六个字已经可以归纳 就叫做习大大没有货卖 好 这一节的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以往先讲香港 我们将香港放到第二节 去讲 好